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的剑桥 我用英语文法终极的UNIT6 D6课的过去进行式 这个时态也还算蛮常用的,而且你用错的话 意思整个就会不一样,所以要特别注意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用 过去进行,进行就是表示在某个时间点正在做的动作 所以现在进行式,表示I'm speaking English,我现在正在讲英文 这种正在做什么,那过去I am那个过去就把B动词改成过去是was, were 所以呢,昨天这个时间点假设现在是9点22分 好,当时我可能正在吃晚餐,我昨天晚餐吃得很晚 I was eating dinner at 9 o'clock yesterday 所以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正在进行当中的 好,what were you doing at 11 last night,昨天晚上11点要干嘛 我打电话给你,我传解信给你,为什么你都没有回 I was sleeping,I went to bed at 10 好,我当时正在睡觉啊,因为我10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所以10点睡,我可能今天早上7点起来 这一段期间当中,我正在睡觉 所以某个时间点正在做什么 这个请你记住,我们用过去进行式 好,那另外的话,有时候我们会用while 当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来连接两个过去式的句子 这就表示在过去的相同的时间的时候 好,同时在进行的 while my father was watching TV, my mother was cooking 好,就是我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做晚餐 爸爸就在那边看电视,好,就常常都这样 但也可能是相反的 好,比方说今天早上我一边坐公车一边在看YouTube的影片 经常做的是while I was taking the bus I was watching a YouTube video 类似这样 好的,正在两个同时在这一段时间正在做什么 这是while连接 还有呢,这两个过去进行式跟过去简单式到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过去进行式它强调是这个动作持续的时间 好,而不是完成哦 但是过去简单是强调的是动作的完成 好,比方说I was reading a novel last night 你昨天晚上要看,哦,昨天晚上再看一本小说 好,当我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我会不会看完你不知道 我可能有看完,我可能没有看完 是我在讲 好,比方说,哎,就是刚刚这个假设 我昨天打给你怎么没有记得 哦,当时我正在看小说看得太入迷了 这样子,你再强调 那段期间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 好,你说这个last night,昨天晚上正全部都在看吗 没有,就是某个时间点 昨天晚上某个时间我正在看小说 可是我跟你讲,I read a novel last night 我昨天看了一本小说 我们用完成式就表示,哎,我看完这本小说了 好,所以一个强调是动作的完成 一个强调是这个持续进行这样子 好,那你最常看到的时候呢 过去进行式它非常非常常跟过去简单式连用 好,它连用的时候呢 常常就会表示说,哎,一个正在进行的动作 被另外一个动作打断 好,那这里的话,过去进行式会是一个 先发生,比较早发生 比较长的背景动作 或者是一个状况 对不起,我中文 好,过去简单式呢 会是一个比较短的动作 去打断过去进行式 好,或者是它发生在过去进行式当中 突然发生了,这样子 好,我们经常用when来带领过去简单式 用while来带领过去进行式 好,那你说,哎,不可以换吗 通常when可以用来接过去进行式 但是while一般不会用来接过去简单式 但是when带过去简单式 跟while带过去进行式 是你在句子当中会比较常看到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句子 at 7 this morning I was having a wonderful dream but then 不是那个 then 是然后 then the alarm clock went off 好,不用一定要混跟while连接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连接词 或不同的句子这样的表达 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 I was having a wonderful dream 所以我这个梦是从7点之前就开始做 好,做到7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but then,然后呢 但是然后怎么样 the alarm went off 好,the alarm clock,对不起 好,闹钟,alarm clock 闹钟就响了,响了怎么办 我就起来了 好,就是,对,就被吵醒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比较早发生的 比较长的背景动作 就是过去进行式 那这个把它打断的 比较短的 好,这就是过去简单式 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句子 I saw Mike while I was walking to the bus station yesterday He was walking his dog 好,昨天晚上呢 昨天,对不起,没有晚上 当我走路走到公车站的时候 从我们家到公车站这段距离 过去进行当时这段距离 我正在走路 走走走走 我看到Mike 好,我看到Mike的时候 他正在做什么 He was walking his dog 好,他当时是正在遛狗 所以这个,有没有 我看到他这是过去简单式 可是我看到他之前 他是不是就在遛狗 之后还是在遛狗 对不对 所以这边也是用过去进行式 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when the driver honked his home 好,我正过马路的时候呢 那个,司机呢 就给我按喇叭 就是我走走走走走到一半 台湾常常会这样 对不对 那过马路的时候呢 然后司机 就是你过班马线 司机不是要让你吗 对不对 他不想让你 他就给你按喇叭 叫你给他过 对不对 好,所以解析有时候很 很不开心 就不想让他过 然后就是来比嘛 谁怕谁 可是这样有一天会出事的 所以我后来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让车子 但但我蛮常不让车子的 太危险了 我觉得我下次还是让车子好了 好 He was speeding when the light turned red 好 他当时呢 正开得很快 开车 Speeding就是超速 开得很快 好,当这个 灯号转红的时候 好,变红灯的时候 那就表示很快出事了 对不对 开得很快 事前发生 背景 好,红灯 就是变 灯号变了 就是一个打断他的 好 那在那之后 打断之后 这个动作 过去进行式的动作 可能继续持续 也可能被打断 好,两个都有可能 那这边的话 就可能继续持续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when 过去简单式 对不对 while 带过去进行式 所以这两个句子 语义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你也可以说 while he was speeding the right turn red 所以 when通常 好,不是百分之百 通常 夹过去简单式 while这边 不太能夹过去简单式 但是 while夹过去进行式 但是 when 还是可以夹过去进行式 只是比较少用 好,再来 假如我要表达 好,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发生 另外一件事情 接着发生的时候呢 两件事情 都用过去简单式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混连接的话 好,就表示混的句子 是先发生的动作 好,那你要注意一下哦 这样子的句子 好,它讲是一个动作 在另外一个动作之后 可是假如是过去进行 跟过去简单就不一样 过去进行是先发生 然后过去简单把它打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句子 有什么不同 好,when the light changed I closed the street 跟 when the light changed I was closing the street 这两个句子 意思完全不一样哦 所以呢,你就觉得 诶,我时代通通都一样 全部都用简单式 或全部都用原型 绝对是错的 第一句的意思说 我们刚刚讲 两个都是过去式的时候 表示怎么样 混的句子是先发生的 所以当灯号转变之后 我过马路 所以我很乖 那个红绿灯变灯号 然后我就过马路了 好,所以这是这样的意思 when the light changed I was closing the street 这就不一样咯 这是表示 我当时正在过马路 对,可能剩下10秒 但是我很皮 我就这样跑跑跑跑 好,可能跑到 那个中间的时候 大马路 好,灯号就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冲了 好,有点危险 车子马上要撞过来了 这样子 好,所以我是危险型人 自己承认 好,when the light changed I was closing the street 我正在过马路的时候 灯号改变了 对不起 所以记得 这个时候 我们讲过去进行 跟过去简单 连用的时候 进行是先发生的 比较长的背景动作 这个简单是把它打断的 那你说我这个句子 我可以把它改成 the light changed while I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可以 意思不变 好,意思不变 那就是while 带着是进行式的句子 好,最后一个 非行为动词 不用再过去进行式 好,I tried the cake and see how it tasted 我试试那个蛋糕 试试看它尝起来如何 好,尝起来 那个时间点正在尝 但是不能用 It was tasting 只能中 I didn't know what it was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能说I wasn't knowing 没有这样子 这是非行为动词 不知道什么叫非行为动词 可以看前面的 现在进行式那个地方 跟现在简单式 好,又讲到什么是非行为动词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句型 I was working He was working They were working 好,and is的过去式就是was are的过去式就是were 所以b动词 这个进行式的要件 就是b动词加动词的ing 就是现在分词 一定要记住 那forting的话 只要有b动词的时候 在后面加not就好了 啊啊啊啊啊啊 这边错了 对不起 I was not working 好,was not合起来可以念 wasn I wasn't working 好,they were not working 这个时候呢 就是they weren't working 对不起我偷懒 copy and pass 我忘记改了 好,所以 照问句 只要有b动词 请你记得把b动词 放到主词前面去 was he working were they working 好,wh问句 就是wh问词加上 助动词 放到主词前面 就是问句的要件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分词 what was he doing where were you what were you doing 这样子 好,翻译的话呢 我们就再 开另外一支影片 好,这讲的有点长了 好,怕大家没有耐心 那这边的一样 例句 好,大家可以先做一下 好,做完之后 再对答案 会比较有感觉 好,那这支影片 先留到这边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等一下 记得看翻译练习题哦 拜拜